你知道巴黎奥运会有哪些球类项目吗? 哪些国家成绩最佳? 中国排名第几? 第十一名,七人制橄榄球。 橄榄球早在1900年就进入奥运会,当时是15人制橄榄球,四届奥运会后退出。 现代七人制橄榄球则是从2016年里约奥运会才进入,是目前为止最晚进入奥运的球类项目。 斐济南队包揽了里约和东京两枚奥运金牌,这也是斐济队在奥运会仅有的两枚金牌。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则分别获得这两届奥运会的女子金牌。 中国队的最佳战绩是东京奥运会女子吉人制橄榄球的第七名。 第十名,羽毛球。 羽毛球在1972年和1988年奥运会都是表演项目,直到1992年巴塞罗纳奥运会才成为正式比赛项目。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又新增了混双。 首届奥运会中国队一金未得,但随后一发而不可收,共夺得20枚金牌,47枚奖牌, 遥遥领先于所有国家。 而2012年伦敦奥运会羽毛球队的吴京店也为球迷所津津乐道。 林丹、张宁、傅海峰、葛飞、顾骏和张军高林分别在这五个项目实现未免。 第九名,乒乓球。 乒乓球是从1988年汉城加入奥运大家庭的, 起初是男女单打和男女双打四个项目。 从北京奥运会开始,用男女团体替换了男女双打。 东京奥运会新增混双项目,中国乒乓球队无疑是该项目霸主, 总共37枚金牌仅丢了5枚,马龙一人就独得5枚, 三代女拼大魔王邓亚平、王楠和张一宁都拿了4枚金牌。 2024年巴黎奥运会中国队的目标自然是包揽所有5枚金牌。 第八名,排球。 排球是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成为正式比赛项目, 而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则将沙滩排球纳入。 竞技排球方面,前苏联凭借男女排综合实力, 以七金四赢一同雄聚榜首,巴西、美国和日本分裂2到4名, 中国队凭借女排在1984、2004和2016年的三届奥运会冠军, 以三金一赢二同排名第5。 中国男排最佳成绩第5名,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创造的沙滩排球方面, 美国队以七金二赢二同遥遥领先于其他球队, 中国队则凭借北京奥运会一赢一同排名第6。 第七名,手球。 男子手球曾于1935年柏林奥运会成为正式比赛项目, 虽然之后被排除,又于1972年慕尼黑再次恢复, 女子手球则从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列入, 手球项目竞争非常激烈, 法国、前苏联和丹麦都拿到四枚金牌, 而法国队以七枚奖牌暂列第一, 中国手球队凭借1984年洛杉矶一枚女子铜牌, 排名世界第二十二名, 从北京奥运会后, 中国手球队实力大幅度下滑, 未能进入奥运会。 第六名,篮球。 男篮从1936年柏林奥运会就一直是比赛项目, 女篮却等到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才首次亮相, 而2021年东京奥运会则增加了男女三成三篮球, 美国队无疑是篮球霸主, 男篮是六枚金牌, 女篮九枚金牌都遥遥领先于其他队伍, 苏联男女队各得两枚排名第二, 中国女篮凭借1992年银牌和1984年铜牌, 排名女子第五名, 男篮则一共拿了三次第八名, 东京奥运会三成三篮球, 中国女队拿下铜牌, 男队夺得第八名。 第五名,曲棍球。 男子曲棍球从1908年就进入奥运会, 1924年巴黎奥运会因曲棍球 没有国际化管理架构而被取消, 同年国际曲棍球联合会成立, 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回归, 女子曲棍球则等到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才成为正式项目。 印度队凭借早期的成绩, 以巴金一银三同暂时排名第一, 但荷兰、德国等队追赶的速度非常快, 中国队则凭借北京奥运会拿到的一枚女区银牌, 排名该项目第14名。 第四名,水球。 水球虽然隶属于游泳大象, 但却早在1900年巴黎奥运会就成为正式比赛项目, 但女子水球则等到100年后的悉尼奥运会才加入。 匈牙利是男子水球的霸主, 九金三银五同大幅领先于其他球队, 美国队则统治女子水球, 三金二银一同暂时领先。 中国女子水球队共参加四次奥运会, 在北京和伦敦得到两次第五名, 男子水球队则两次入围奥运会, 未能取得好成绩。 第三名,足球。 足球早在1900年巴黎奥运会就存在, 但随着足球慢慢发展成为世界第一运动, 国际足联和国际奥委会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为了确保世界杯的唯一性, 经过双方多轮协商, 最后才在1988年定下参赛奥运会的选手不得超过23岁, 但可以有三人超龄的标准, 而女足则从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进入, 男足竞争非常激烈, 匈牙利和英国得到三枚金牌排名前二, 巴西、阿根廷、前苏联和乌拉圭各得到两枚金牌, 女足则是美国统治, 四枚金牌单独领先, 中国凭借1996年女足的一枚银牌排名女子第七名。 第二名,高尔夫。 高尔夫早在1900年巴黎奥运会就存在, 但好景不长, 在1904年奥运会后, 英国高尔夫球手之间发生内部纠纷, 决定集体抵制赛事, 这一停就是100多年, 直到2016年里约奥运会才再次称为比赛项目, 在举办的四季奥运会中, 美国队以五金三赢五通一季绝尘, 而中国队则由冯珊珊在里约奥运会夺得一枚女子铜牌, 凭借这枚铜牌, 目前暂列奖牌榜第九名。 第一名,网球。 1896年雅典奥运会仅有九个大项, 分别是田径、游泳、体操、举重、射击、自行车、 古典式摔跤、基建和网球。 而网球也成为奥运会历史上资格最老的球类项目, 期间因为奥运会没有奖金和积分, 一度遭到职业球员选手抵制而退出奥运会, 直到1988年国际奥委会和国际网球联合会协商成功, 才重返奥运, 美国在网球项目共夺得21枚金牌领跑, 英国以17枚排名第二, 而中国队凭借雅典奥运会里停孙田田的金牌 和北京奥运会郑洁燕子的铜牌, 排名所有队伍第13名。 你觉得巴黎奥运会中国队在球类项目能拿到多少金牌呢?